欢迎来到还有戏 这两天呢 大家都在议论一个就是 制作机构和明星不能再炒作虚假数据了 比如说虚假成本 虚假的收视率 点击率 这是违规的 那么这个规定是从哪来的呢 其实是广电总局发布了一个叫 广播电视和视听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 它是个征求意见稿 这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就不能够就这些虚假信息进行炒作 那么就是包括成本 制作内容 包括收视率 点击率 这些数据 这个引起很大的反响 所以之前呢 大家记得我曾经批评过一些艺人 其实不是针对那个个人 就是说 点击量几百亿 后来开始吹牛呢 比起来了 特别像一个传统相声 就是吹牛 马迹原来有个相声 就是怎么着 我的脸比你大 最后说 我的嘴上嘴唇 挨着天下嘴唇 挨着地 他说你那你脸呢 我吹牛就不要脸了 咱们当时就有点那个意思 你四百亿的点击量 我就八百亿点击量 就就就开始翻着跟头往上走 这不是胡扯吗 而且呢 因为我们的粉圈呢 就嗨这个 我们的粉圈都是一帮小孩 你知道吗 就是嗨这个 这以前呢 我们小时候就说 我爸是将军 他有几个心 我爸是心比你多 比这个 粉圈呢 就跟这个幼儿园那小孩是一样了 比什么 那比点击量 比这些虚假数据 就你 你能刷我 我能刷更高 我像吹牛 就是这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 中二都算不上 然后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规定的 它是一个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里边 我们看到 就是 这个关于虚假宣传这块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它是整个的 影视的 主要是剧和综艺 我们知道电影是会电影剧馆 这个主要是电视节目 网络节目 就是包括综艺节目 的管理规定 这个管理规定里边呢 这个虚假宣传的一块的惩罚是怎么样 我很注意 我把这个文件找来看 是出于罚款 多少钱呢 一万到十万 那么 是不是太轻了 就跟他们用假数据宣传换取的利益比起来 巨额利益比起来 这个相关规定里边 最严的一条呢 是 如果你 篡改 或者图改 这个发行许可证 拍摄许可证 这个呢 是吊销你的 许可证 这是最严的 就你这个戏 别拍了 处罚里边呢 还有一万到三万的 罚款 如果做虚假宣传的话 就是一万到十万 我分析了一下 是这样 就是我们广电总局呢 他的处罚 他要在国务院的统一的管理规则下进行 就是他获得的授权 可能只能到这个程度 最严最严的就是 处于就是吊销你的 发行许可证 拍摄许可证 这个是他行政管理的 一个职权范围内的东西 那么再往下一格呢 再处罚呢 根据这个行政的相关的这个授权 他可能也只能做到罚款 那么肯定有很多朋友会会担心这样的一个力度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打击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从政府有关部门的这个相关的管理规定的公布 首先把这个事情允许不允许 这个给他标签了不允许 是吧 是错误的 这个定性很重要 那么以后是不允许 关于还有片酬啊 等一系列的规定 就是说如果是不合理的 一种片酬 影响到自作品质的一种片酬 管理部门有权进行干预 其实这就是一个挺挺严格的 挺大尺度的一个介入了 所以回到就是虚假数据 虚假宣传上来讲啊 你包括有那个明星说他是世界最帅 后来我们说这个广告法里面世界最啊 中国最 这个是违反广告法 他就说就就好像统一了一个换数 叫世界首帅啊 首要的首 但首在广告法里面 反倒排在最前面 就是说这个也是不虚的 这个首帅这个也是违规的 你如果是广告啊 把明星当做一个商品来说的话 你就就是虚假的虚假广告啊 那么这种都是在广电总局的 这个相关规定里面都是违反 那你说我国外弄了一个野鸡的评奖啊 评选 我拿了个第一 那这个算不算是虚假宣传呢 我觉得稍微有理性的人去判断呀 这个事就知道他肯定是 肯定是个野鸡评选吧 就是不是一个正规的评选吧 而且是可以操作的啊 可以操作的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作为一个宣传的一个 呃 依据 它也应该化入到虚假宣传里面 那么广电总局政府主管部门 已经出台了这样的规定 我认为 行业内部 要在这个规定的基础上 做出更进一步的一个细则的规范 那么对于违反这个规定的 比如说行业协会 比如说制片人协会 要对这个制作机构做出什么样的处罚 那么导演协会 演员协会 包括编剧协会 对于这种做出虚假宣传的机构和个人 要做出什么样的一种公约式的抵制也好 呃 惩罚也好 限制也好 要做出相应的跟进 就对政府的这个规定做出一个跟进 这样呢 实际上就是能够起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惩戒的效果 你比如说 这个艺人 他老是做虚假宣传 那么从政府的角度上 只能罚他十万块钱 他刷假数据什么的 号称他几百亿什么什么 说他世界首帅什么的 政府只能罚他十万块钱 那么行业组织 比如说制片人协会 可以做出规定我的下属的会员单位 不再聘用这个艺人 参演我们的作品 给他一个实现 一年到三年 多的话三年不聘用 导演协会 我所有的导演 不请这样的演员 不跟这样的演员合作 不跟这样的经纪公司合作 是不是 那么编剧协会 这里边没编剧什么事 那么这个呢 不要说做不到 因为我去广联总局 开过类似的会 就是由中广联 组织各个协会来 一起出台一个公约 就是我们互相 形成一个约定 违反职业道德的 这样的机构和个人 我们怎么办 那么就是用了这个办法 就是我们约好 都不用它 所以它不是一个行政处罚 不是一个政府出面的一个 封杀谁谁谁 而是行业共同抵制 那么我觉得这个管理的方式 可能会更科学 也更合理 也就是说 第一 我支持广联总局的这个管理规定 这个草案呢 我这两天还要好好研究一下 因为它征求意见草案 那么有些什么意见 什么的通过我们的渠道 向有关部门提出 就比如说这个惩罚力度 能不能再提高一点 是不是上线就是十万块钱 有没有可能再提高一点 但是我判断呢 好像在目前这个行政许可的范围内 行政管理的范围内 可能就空间不大 但是首先就是在态度上啊 支持这个管理规定 具体的一些问题 要跟有关部门提出我们的意见和看法 再一个呢 我们行业组织 要自己管理起来 要根据这个总局的这个规定 做出我们相应的管理方式的这个配套 今天就到这